总统蔡英文在脸书发文 表示周五与副总统赖清德 前副总统陈建仁 行政院长苏贞昌 卫福部长陈时中等人召开防疫会议 针对防疫进行三点指示 包括增设筛检站 提高看诊与领药效率 持续增购药物及快筛 陈时中在下午的防疫记者会上 说明筛检站增设规划 那北北七桃现在的财检是84站 我们现在要求在双北各加开 三个大型的筛检站 那桃园两个那基隆一个 那希望说这个增加这个站点以外 那另外有机会要把每一个站的一个线 把它多增加几线 就这样能把量能扩大来 至于口服药物的部分 陈时中表示台湾目前储备的比例不算低 而因为辉瑞口服药使用的限制多 所以有另外增购增沙东口服药 除了先前购买的5000份 台湾又签下共10万份增沙东口服药合约 而其中5万份现货将会在下周抵台 新唐人亚太电视曾义豪黄雁霖 台湾台北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茜